Hello 大家好 我是十三 一个爱洋花的人 昨天没有更新视频啊 昨天有点忙 然后今天更新一下 今天更新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前一段时间 张州一个华友送的一些这个三角梅的小老庄 有大有小 现在发芽的基本上是 总共是十颗 好像发芽了六颗是七颗 最大的这一颗它越大 它发芽越好 今天不仅仅是我们给华友们看一下 就是它发芽的一个情况 证实一下就是我们这些小老庄呢 都成活了 都成活了 但是这个问题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这个问题可以讲了 这个就是也是发芽了 发芽以后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看一下 能不能救回来 我都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这个就是我过早拆带 它还没有完全可以适应这个 拆磨的这种环境 就是包括温度 湿度 它一下子就会出现这种 牙子 牙这个干枯 然后可能灰牙 我们通常讲的灰牙 但是具体这个装灰为四呢 这个很难判断 不一定会死 但是我们要做一些处理 因为当时大花看一下这些皮 是有耸伤的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要给它重新上棚 然后把这些全部去掉 然后看一下它根部 有没有烂 有没有腐烂 如果有腐烂的话 我们把腐烂的部分给它去掉 然后再重新消毒上棚 如果没有腐烂的话 也要重新包膜再重新上棚 这样看能不能救它一命 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说这个叶子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叶子发红的情况 就是很多这种新的 你看它长出来的叶子是红色的 为什么它出现这个红色呢 据我观察 一个应该是温度的关系 就是一个就是说它这个温度低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庄子里面的营养株 然后催生它出来这种红芽 然后红的叶子 这是我猜测两个原因啊 两个原因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这颗小红芽 现在我很早把它袋子拆了 很早给它拆袋子 它钉在这里一直发不出来 这个也一样 甚至可能不保险 其实这些我们应该就是说 这个温度不太稳定啊 因为这个时候的温度 它是忽高忽低 轮廓机一来就低了 它没有稳定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颗我一直没敢猜 但是观察了一下 好像也有毛了一个小芽 红色的小芽 我昨天看到它了 在那里面 这里这里有个红色的芽 然后这些 这个就是应该是温活了 三角梅哈 一般是假活少 三角梅如果能这样长起来 成活基本上是没问题了 和月季还是有区别的 月季和我们桑木像样 这样的情况都不敢说活 度过夏天不敢讲活 但三角梅说实话 我真的敢确定它 因为它这个东西 你看它这个伤口 我没有处理它 它没关系 它愈合能力特别强 如果是我们三木像的话 它这个会长一个愈合组织 就是自身把它防住 或者我们防一点这种 这种叫什么 伤口愈合剂给它封死 但三角梅你看 我们都不用管它 它都没有赶下去 它就是真的自身非常强大 都没有啊 这都没有做处理 所以说还是有区别 今天视频我们说到这边 这个小老庄的 这个几个三角梅 成活应该都不是问题 然后这个红牙 还有这个过早彩态的问题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玩这种庄子的话 好了视频我就更新到这边 我是十三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